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印尼每年产生320万吨未处理的塑料垃圾 虽然当地政府早已经开始征收塑料袋费 也在部分的城市实施塑料袋禁令 可是成效却有限 对于雅加达的塑料商贩来说 限塑令并没有妨碍他们赚钱 由于价格低廉 塑料袋始终是消费者 特别是小贩的首选 不但什么都能装 承重也很好 然而这也导致印尼的塑料污染 会让问题难以根治 要干几òn 要干凳的burор 要干凳的缩之 要干凳的还是价格 要干凳的比例 要干凳的相当比例 如果干凳的更凳这肩也一定是比较钱 要干凳的差污 要干凳的多大幅 要干凳利是市场所放的 要干凳的不处 要来干凳的 要干凳的 比例 有30多的 比如说,我们讲《来说不放松》 我们禁言,我们没有放松森 然后变成了还要放松森 所以在并想到的抓丰 看起中原本是直接银 或者押陽光 雅加达有着东南亚最大的垃圾填埋场 每天处理8000吨的垃圾 可是缺乏有效的环保管理 垃圾分类形同虚设 印尼的高消费还有庞大人口 也使得塑料垃圾的管理变得困难 许多塑料垃圾最终是流入河流 印尼政府2016年开始监管塑料袋的使用 要求零售商和餐馆不再免费提供塑料袋 超市也禁用一次性塑料袋 目前全球塑料条约第五轮会谈 正在韩国釜山举行 聚焦议题包括了限制塑料生产 和解决一次性塑料及有害化学物质问题 当下户提供的平均 当然是人民帷提供材料 感谢观看